滚滚长江东市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全军更近一杯酒,来征战,寄人回 不过,有些英雄还是穿越回来了 可这一穿越,就是几千年 我叫肖强,外号小强 正在帮着神仙刘老六接了一批从古代穿越来的历史名流 在我和包子的大婚之后 我们和七个客户一起搬进了大别墅 李诗诗和花木兰站了一间 刘邦虽然嘴上喊得凶 不过,他还是和京车住了一家 项羽也是和银胖子一家 只有无餐柜是单人房 中午,包子回来了 众人都笑着看他 刘邦问 当老板的感觉怎么样啊 也不是怎么样 以前我站着,他们也站着 现在啊,变成我站着说 他们坐着听了 嘿嘿嘿,大家没夸你男人有本事啊 嗯,没有 他们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让我抽出时间来看着你 店里的事儿啊,不用我操心 谁说这话,通通开除 哪有员工跟老板这么推心致富的 你肯定是给他们涨工资了你 哎,我今儿才回过味儿来 那 张德,你什么时候买房子 你到底瞒我多长时间 我顿时无语 这种问题一般女人 好像应该都是在洞房花树叶 趁着柔情蜜意间 就问清楚了 我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才能完全适应包子这种 慢半拍的思维 好啊,咱们出去搓一顿 庆祝一下吧 那怎么行 县房的第一顿饭一定要自己搓 这时候我才发现 这包子手里还拎着菜呢 不过这档次也真是提到了啊 都是超市里边包装好的 嗯,还是抽去吧 啊,大不了我请了 不是钱的事儿 我要举行一个开火仪式 谁都不许进来啊 今儿的厨房做一个人呢 于是大家就坐在餐厅里边喝茶等着 项羽用手点着桌子说 哎,包子真是个好姑娘啊 我们都笑眯眯的看着项羽 谁都不说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这么说是别有用意的 人家人家包子是他冲了不知道多少代的孙女啊 我们就不夸 我们扫着他 哎,让我想想啊 包子能是我和哪一个女人生的后代呢 我们还是不理他 哎,小强啊 我说句话你便不爱听啊 在认识阿姨之前 我有两个事件 可哪个也不像包子了 哎,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包子姐啊 其实一点都不丑 她的五官愿意拿出一样来 嗯,虽然算不上标志 可是也都不难看 就是脸型稍微圆了一些 不过老人们都说这是浮像哦 哦,说得对了 是 那看来整整手术我都没法做 表妹说得也没错 包子眼睛不小 鼻子也不塌 眉毛稍微重了一点 只能说 这合理的五官 出现在了一张错误的脸上 包子才是真正的女人 哪像我 在一个女人最青春的时候 都没人注意我的美丑 穆兰姐 那也总好过 只喜欢你的脸蛋吧 你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啊 上菜了,上菜了 谁有故事啊 吴三贵很突然的说 小强 我们的身份 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啊 你们什么身份啊 包子 其实我的名字叫三贵 包子知道他姓吴 如果是一个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 一下就会脱口而出老汉贱的名字 可是包子却笑道 那有什么稀奇的呀 我认识好几个叫三贵的呢 我爸他们单位才搞笑 俩姓王的 一个叫王七弟 一个叫王九哥 什么 王七他弟 王九他哥 那不都是王八吗 要么 怎么说搞笑呢 包子快去吧 那菜都糊了 三哥 何必告诉他呢 这糊涂着不是挺好的吗 嗯 我也不同意现在告诉他 哎呀 我就是觉得 一来小强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啊 二来 我吴某 行不更临 妇不改姓 大家都是朋友 应该让他知道我是谁 没事 一会儿 你直接告诉他 你叫吴三贵 看他能把你和金三顺分清楚不 小兄弟 你不想享受天伦之乐吗 包子 也算是你 小孙女了吧 我三十 他二十七 有这样的天伦之乐吗 李诗诗跟花木兰说 哎对了 木兰姐 最近有一个选美比赛 你参加吗 哦 就是露出大腿 让人看那种啊 那种我可不行 那你去当个评委吧 我算什么呀 还当评委 身份还不是随便写吗 到时候字幕上给你打上 世界著名模特 或者是服装设计师 你看怎么样 哎 这比赛也是金绍妍他们搞的吧 你把表哥也弄去 身份随便你编啊 说我是那个刑蛮释放人员也行 只要让我当评委 我们只要女评委 大管屁用啊 你不是还有男模特吗 哦 哦 呃 那我就凑合着去看看热闹吧 哎 记住啊 这嘴啊 你一定要毒 甭管好坏 上来先一句 你简直就是在折磨我们的眼球 要么就说 就你这样的身材 站在哈哈境里才能勉强算个正成人 哎 哪能那么说呢 我一定会做一个称职的评委 人都说这结婚以后的男人肩上的压力会更大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感觉 不过 我还是向前卖了一步 那就是把陆语研制出来的茶饮料上市了 反响很好 哎 这还是毛随处的主意 这天刘老六找到我 直接把一包口腔糖交给我说 这是你这月的功夫 这是干嘛用的啊 当你嚼得的时候啊 就可以把自己的脸变成你想象中的那个样 怎么个意思 就是说呀 在你嚼得之前 你就在脑子里啊 想一个人的这个这个容貌 然后啊 你这个脸呢 就会变成这个人 比如啊 你想变成我这个样 想变成你的样子还不容易 你八十脉的速度 你撞到钉板上 那就成了 注意注意 只有脸变 高低胖瘦 还是你现在的样 所以我提醒你一句 你要想变成项羽 很可能会因为身材不服 而被人识破的 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是不是只要嚼着就永远能变脸啊 男人不是吧 这个东西 只有在还有糖味的时候才要笑 而且我给你的这一包 每一片啊 只能变异常脸 我们还有一种柠檬味的 吃了以后 可以不停的变 不停的变 比四川的这些变脸大师 那厉害多了呢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拿 你问味的呀 这个 哎呀 你这个脸皮太厚了 一次变一回就行了 你要是变多了 因为执行缓冲了 就把你这五官呢 容易挤在一块 不是吧 这脸皮厚还影响网速啊 那个 我刚想起来 我拿着这玩意儿 有什么用啊 那个 也许啊 也许你以后用得着啊 千万不要浪费了 难道他心里有鬼 我悄悄拿出手机 对着老骗子 用了一个读心术 偷眼一看 手机屏幕上写着 您对高级别用户 使用编号为 7474748的技能 警告一次 您此次行为 将作为污点 被记录在案 我们将保留取消 您这项技能的权利 以及天庭攻速权 和最终解释权 我的个晕 用不用这样啊 就你那点伎俩 你还想晕我啊 你 这不会有事吧 你们连这个使用 规则也不给 你现在就告我违归 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啊 你们 没事没事 一般我要不起诉你嘛 他们也就懒得过问这事了 这会儿啊 改天呢 我请档案市的人吃顿饭 把这五天呢 给你给抹了去了 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好啊你 是不是又要出什么妖娥子啊 不是啊 看来啊 这很快啊 就要乱一阵子喽 啊 怎么 我 我也说不明白 我这就是 就是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预感 你不是神仙吗你 要遭天险了 还是要杜劫了 哎呦 有些事情是神仙也控制不了的 哎呦 这关如果过不去呀 那将是天节 天平指数也跌破一千三百点了 哎呦 那倒没有 孙悟空打闹天空的时候 到过一千五百点 哎你说这我倒想起来了 哎你那个五星杜松上市的时候 哎给我弄点原始果啊 哎 现在不知根底的 根本咱就不敢买啊 刘老六走了以后 严谨生给我来了一电话 萧校长啊 那个中央 省里 市里 都发了文件了 用玉才 准备啊 接待一批国际有人的访问 包括各国的武术 和各种形式的竞技团体 还有世界各大主流媒体 不用猜就知道 这次的访问是在新加坡比赛时埋下的货根 没人不想知道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培养出了如此变态 而且大量的人才 那个校校长啊 哎 校校长 咱们是不是组织一些学生 排练个什么 什么仪式啊 什么欢迎仪式的 什么 用不着 用不着 是他们自己要来 又不是咱们请啊 嗯 学生那边你说都不用说 啊 那个 那帮人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算 咱们这儿还跟平时一样 那个 那可是校长 那总得请一些相关的领导吧 那 我明白了 嗯 今天一早 我开上破面包去了一趟玉才 离玉才正门的停车场还有五十多米的时候 前面的路就被十几辆大巴车给堵住了 停车场里 校校作为导游和翻译陪在一边 严谨生和几个学校的老师正在负责接待 当他们看到我的车时 一起朝这边指指点点 一大帮记者是憾不畏死的冲上来挡在我四周 给我拼命的拍照 嗯 你好 我是美国时代周刊的约翰 很高兴认识你 小校长 这中国话说的不错呀 我除了是个技术之外 还是个狂热的无数爱好者 曾在中国留了七年学 这次任务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挣出来的 我很好奇是什么是你们缺的如此骄认的成绩 还没等我说话呢 他旁边一个个头不低的老外不懈的说 如果是自由搏击比赛 我们一定能够包揽全部金牌 就算是那样 那些冠军可不会全部都来自同一所学校 这位是华盛顿优报的Jim 是我的朋友 我们都是朋友 啊 这美国游点局内部的报纸办得不错呀 好像老听说 小强 这两位可都是世界主流媒体的记者 其他著名杂志和报纸 还有电台电视台来的人也不少哦 哦 那好啊 哎 袁老师 张校长派人去接了吗 派了 呦呦 那不是来了吗 呦 你看 你看 一辆我们御才的校车缓缓的开来 几个岳家军战士和李白 掺着老张下了车 老张脚一着地 就把身边的人都给甩下了 然后以经典的老军阀派头 冲人们挥手之意 记者们上去又是一通猛拍 秀秀实实地介绍说 啊 现在我们御才文武学校的两位发起人 都已经到齐了 下面呢 就开始参观 老张今天的气色是格外的好 甚至好过以前的任何一次 他走到我身前 狠狠地攥了一下我的手 问 怎么安排的 呃 没安排 孩子们甚至都不知道 啊 你做的对呀 我们一行人刚走出没几步 一个壮士的男人 忽然从队伍的后面蛇一样地钻了出来 拦住我 用蹩脚的中国话说道 听说 萧小长 是你们国内比赛的三大王 这次的新加坡比赛 我却没有看见你 不记得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和阁下切磋一下 你也是日本人啊 在下 赵山穆士郎 日本空手道 职业三届冠军 新加坡的比赛 我观看了全城 这次 去向阁下去经理 呦 小伙子挺有闯劲嘛 嘿嘿 总有机会的 啊 咱们现在啊 先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啊 咱还是先参观学校吧 好 但是 我一定要和你比赛一下的 我们穿过了漫长的草坪 前面 就是朱雀演舞场了 这时候孩子们都在各自老师的带领下 在操场上 三五成群 围坐成一圈认真的听讲 不时有教师 点起某个孩子的名字 当场示范 老外看到以后 也开始疯狂的拍照 约翰好奇的问 哦 那么平时就是这样商科的吗 那您以为呢 我以为会有几千人的大长脸 穿着通衣的白色的金服 胜振如扇呢 我们的文武学校啊 是真正的文武学校 不是个挂名的直高 武术这东西可不能吃大藏 再说了 这穿白衣服 你该洗啊 朝三穆斯郎站在人前 极力关注着场上的方振将和宝金 这俩人都是刚猛的路 打的是拳脚生锋 宝金一掌拍向方振将的胸口 方振将略退半步 卸了他的力 就着胸口拿住他的脉门 另一只手呼的一下 直取宝金的咽喉 这时朝三穆斯郎按赞道 这两个人的功夫 用在实战里 真的是很厉害 你好 萧小长 我是记者 请问这样教孩子合适吗 如果要比赛啊 自然有别的老师告诉他们 比赛规则和禁忌 可是在刚学的时候 自然要按着实战来 等你学成大师了 再求好看也不完 是不是 还是蛮有道理的 除了朱学厂 路过路雨的品宁宣的时候 我们进去是猛贯了一切 嗯 其实人的评查方法 不符合查到 我有个朋友叫麻生歹狼 他才是查到大家 是不是大家我不知道 反正他这朋友估计得比他猛 连孩子都不预备一个 光用麻绳 那狼好打穿 一出门 正看见开着校车的王银 我忙喊 老王 过来过来过来 什么事啊 交给你一任务 这儿有一人太讨厌了 谁啊 就是那什么 朝三暮四郎啊 你不是想跟我们的人 印证功夫吗 我给你找一个 嗯 什么任务啊 你啊 跟这位先生比试比试 那你就快点 我还要归队呢 那你 你居然找了个开车的 跟我比误 我指的段天狼 他大徒弟跟他说 那你要不要跟那个打呀 那是一扫地的 嗯 欺人太甚 说完这句 也不打声招呼 一拳就朝我面门兜了过来 王银是手机眼快 出手探在他腕子上 一下就把他带了过去 俩人逗了一会儿 王银那都是三拳两脚 就写这个问题 就像一大哥哥 在陪无赖的小弟弟玩耍一样 人家上个辈子 那可是杀人如麻的主 别说对付朝三暮四 那就是麻省歹狼 也没问题啊 我输了 但是我不相信 他真是一个司机 你就认便宜吧 这才是一开车的 我认识一修摩托的 更狠 接下来 我带着他们看了林冲的枪 张青的飞食 就连一开始不屑一顾的吉姆 也兴奋的连通火 哦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哦 哎 哎 怎么啦 哦 我的胃 哦 老毛病了 哦 又一胃疼呢 不得不说 他真是疼醉了地方了 我的妈妈很认真 三头六杯 无所不能 他追上 双双戒棍 杀对所有 扶我的人 年年月月 把我 飙逝入生 想谁开始 他吩咐 带人出事 要想西部 红银江 瑞峰 瀑布 遍天沙沼 一度共渡 年年月月 月月 把我 指定我的路 变得我 闯到我 分身 水骨 南圈我 连我 离弃 要吗 要何意 介绍 我空的 安静 感谢收听 本集 史上第一混乱 明天同一时间 小强的混乱生活 依然快乐继续 本剧原著 张小花 改编 陈寒 编辑 海燕 监制 好味群 刘孝 演播 张杰 爱宝良 小曾 本剧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作品 史上第一混乱 原著 张小花